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Trendforce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台湾的先进制程产能占比高达71% 但是随着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区也在积极引入台积电等头部大厂发展先进制程 这一占比将在2027年萎缩至54% 韩国由于三星在尖端制程上的失利以及各国本地化制造的影响 使得其先进制程的产能占比将有2023年的11%降低到2027年9% 中国因为受到美日核对于先进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 使得先进制程产能的增长受到了限制 预计2027年在全球先进制程当中的产能占比将有2023年的8%降低至6% 相比之下 美国的占比将会从2023年的9%增长至2027年的21% 日本也将有2023年的0%增长至2027年的4% 这也得益于美国和日本投入巨额补贴移入台积电在当地建厂 此外 日本官方支持的本土晶圆代工厂RABDES计划在2027年量产2奈米制程也是一个助力 这家日本初创晶圆代工厂RABDES今年8月宣布 2奈米晶圆厂建设顺利 将按计划于2025年4月失产 并计划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慧AI在日本北部打造全自动的2奈米制程生产线 自动化生产将加快生产时间 使交货晶片时间只有竞争对手三分之一 其晶圆厂在10月完成外部结构建制 相比起其他已经生产的晶圆厂来说 打造全自动化工厂使RABDES更有竞争优势 虽然前段晶片制造流程的设备已经高度自动化 但后段流程如互联、封装和测试仍属于劳力密集型 RABDES执行长小知纯艺BSEOC COIT表示 这将在相同的2奈米产品上提供比其他公司更高的效能和更快的交货时间 然而,此前有报道指出 为了实现2027年量产2奈米晶片的计划 RABDES预估需要约5兆日元资金 而日本政府此前 虽已决定对RABDES援助9200亿日元 不过仍有约4兆日元的资金缺口 资料显示 RABDES成立于2022年8月 由丰田、Sony、NTT、NEC、软银、Denso、Nand Flash大厂凯霞、30UFJ等8家日企 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前机家商业公司各出资10亿日元 30UFJ出资3亿日元 RABDES目标在2027年量产2奈米制成 在此背景之下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12月底的专家会议上 出示了对RABDES等半导体产业提供援助的修正法案概要 目标在2025年初的例行国会上提交该修正法案 可让经济产业省辖下的独立行政法人 情报处理推进机构IPA能够对企业进行出资 提供贷款担保等援助 据日本共同通信报道 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 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 对本土晶圆代工厂RABDES追加1000亿日元出资 此外RABDES预估将从现有股东 新股东筹措约1000亿日元资金 也就是说 日本政府的出资额规模将同于民间资金 RABDES计划利用筹得的资金 追加采购生产先进晶片所必须的EUV曝光机 另据日经新闻日前报道 这家日本初创晶圆代工厂RABDES订购的第一批 ESMLEUV曝光机系统部件 已经于12月下旬运抵日本新尖碎机场 RABDES也成为了日本首家获得EUV曝光机的公司 据介绍 由于EUV系统体积庞大 完整设备重达71公吨 因此将分四阶段安装 预计最快12月底在晶圆场内完成安装 而且一个完整的设备 大约与鲸鱼相当 高度为3.4米 EUV设备结合了特殊光源 镜头和其他技术 以形成超精细的电路图案 系统的庞大体积 使其不易受到震动和其他干扰的影响 RABDES执行长小池淳毅 在新尖碎机场举行的典礼上表示 将从北海道和日本 向全球提供最先进半导体 据了解 RABDES已开始在其位于北海道北部城市 千岁的再建晶片制造设施中 安装及此外EUV设备 目前 ESML是全球唯一EUV曝光机 供应商 每台设备成本约1.8亿美元以上 具体是型号而定 目前 全球只有包括台积电 三星电子和英特尔等少数晶片制造商采用 去年全球仅交货了42台 据悉 小池淳毅于11月陪同 ASML监视会成员 Martin Van Den Brink 参观捷径市 及工厂其他区域 Van Den Brink 作为ASML前技术长 在EUV技术的开发中发挥领导作用 并批准相关安装工程进行 Rapidus目前还与IBM合作 计划2025年春季完成2奈米制成晶片原型开发 并在2027年实现量产 相比之下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则计划2025年开始量产2奈米晶片 资料显示 日本半导体业曾在1980年代占据全球超过50%的市场份额 但到2000年代已退出更先进逻辑制成晶片的竞争 目前没有一家日本晶片制造商能自己生产40奈米以下的先进晶片 Rapidus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本土晶圆代工 旨在重振日本先进晶片的生产能力 降低对进口晶片的依赖 日本政府目标到2030年实现国内半导体销售额达15兆日元 为2020年的三倍 日本承包商陆导建设Kajima正兴建专门用于安装Rapidus EUV系统的大楼 捷径市则由高砂热血工业Takasego Thermal Engineering负责 为了累积专业知识 Rapidus已派遣约150名工程师前往IBM学习生产线管理技术 根据日本政府数据 全球先进半导体市场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53兆日元 相较2020年成长近8倍 虽然Rapidus计划2025年春季完成2奈米晶片原型开发 并在2027年实现量产 相比之下台积电则计划2025年开始量产2奈米晶片 至于Rapidus目前的2奈米客户 Rapidus执行长小池淳毅先前透露 正在与40家客户洽谈 预计明年以后才能对外公布 回答NVIDIA执行长黄仁勋在11月时也暗示 未来可能考虑委托Rapidus代工生产BI晶片 他强调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性 并对Rapidus的能力有信心 Rapidus执行长小池淳毅还表示 尽管台积电在2奈米晶片的量产市场上领先 但Rapidus有信心在制程进度上具有优势 并能快速提升良率和效能追赶上台积电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